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你回去就穿这件衣服不换一下吗 我觉得穿这件衣服挺好的 毕竟我妈这种东西也不见了 拿你拿你关系 别看这衣服就啊 这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妈给我买的 你回去吧 有什么字我给你打电话 那行你回事联系我 这都多少年没回来了 这变化好大呀 回家看看妈去 来啦 妈 儿子 快快进来 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妈 我想你了 回来看看 儿子 妈想死你了 妈 你看你 头发都摆了 皱纹也出来了 是儿子不笑 这么多年 在外面 没在你面前锦绣 行 儿子 走 走儿子 儿子 儿子 这些年你在外边 受苦了 妈 妈 我不苦 这么多年 我在外面 每天都在想你 儿子 妈也想你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妈 这么多年在外面 我遭受了多少冷饶热 每当想见你的时候 这些事都不是事 儿子 这次回来 就别走了 在家 好好陪陪妈 陪妈说说话 好吗 妈 妈 是儿子没用 这么多年在外面 也没挣到钱 也没让你想上福 儿子 挣钱不挣钱 无所谓 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 妈就高兴 妈 还是你对我好 妈 我那两个嫂子呢 在家里 他们对你怎么样 那两个嫂子 出去了 妈怎么样都行 吃饱饭不就好了吗 金子 今天一个小龙虾吃得过瘾了 下次咱俩才去 行 回家 儿子 只要回来 就别走了 只要有妈吃的 绝对不会让你饿着 好 说 哎 你看 你怎么回来了 就是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两个怎么说话呢 大嫂二嫂 我这次回来呢 是想咱妈了 所以啊 我就回来看看 回来看吗 说的好听 我看你这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吧 你看你那穿的 那衣服 都多少年了呀 就是 是你弟弟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呀 妈 你这话说的 谁欺望他回来啊 谁让他回来啊 谁让他回来啊 他死在外面啊 太好了 燕子 你怎么说话 这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我的儿子啊 你这 你怎么说那么难听呀 老太婆 我劝你啊 少管闲事 自己都管不了了 还有时间 管别人呢 大嫂 你怎么能这样对妈说话呢 她可是咱妈呀 我就这么说了 怎么着呢 你都出去那么多年啊 你管过她一天吗 真是 你出去那么多年 你连家都不知道回 现在回来了 你回来是干什么的呀 是要吃的 还是要喝的呀 要完了赶紧走 大嫂 二嫂 我也是老王家的儿子 这是我家 我想回来我就回来了 出现那么多年啊 还记得你是老王家的儿子呢 我告诉你 这个家 不欢迎你 你啊 赶紧回来 大嫂 你怎么说话呢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弟弟啊 弟弟 她说她是你弟弟 我可没有这样的弟弟啊 你啊爱是谁弟弟是谁弟弟 你哥都不在家 你一个弟弟 你回来干什么呀 这啊 是我们两个人的天地 干净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 不嫌丢人啊 该走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别说了 这你弟弟好不容易回来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 再说了 这么多年 你弟弟在外边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你们两个知道吗 妈 她吃苦受罪又怎么了 不是照样没混出个人样吗 儿媳妇 不管我儿子混成什么样 她永远都是我的儿子 我也不能 不让她回家呀 回家 哪是你的家 这是我们的家 她爱回哪回哪 走 别在这儿 大嫂 走 你跟你两个 怎么可以这样啊 大嫂 二嫂 你 你们两个闭嘴 大嫂 你们干什么呀 外面还下着雨呢 下什么雨啊 这里就不是你该回来的地方 你啊赶紧走 我警告你啊 再赶回来 腿跟你打断 老二 你看到了吗 她还敢瞪咱们 大嫂 二嫂 你们能 撑上队伍 这都是你自找的 就是 永远别再回来了 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这样呀 老太婆 我告诉你 多管先生 一会儿这个家 你也别回来 不回就不回 回家 给我儿子去 少一个是一个 你啊 永远别进这个家 走 儿子 妈 这下着雨呢 你怎么出来了 儿子 都是妈不好 妈没本事 不能留住你 儿子 这是妈 剩下的一万块钱 你拿着 在外边 照顾好自己 妈 这钱你拿着吧 儿子 你说什么呢 想吃什么 买点什么 妈也只能 帮到你这些了 哎 累死了累死了 哎 老二 你说这个老太婆 平时 咱俩那样对她 她都不舍得离开这个家 今天怎么那么好 说走就走 她是不是带走什么东西了 大嫂 说的 有可能 她都不怕热死在外面 我们啊 赶紧看看去 走走走 坏子 钱没了 走 去找他去 肯定是大大头子 妈 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 这么多年 我拿两个嫂子 对你不好吧 儿子 妈年龄大了 妈没事 妈只希望你 过得好好的 这钱 你拿着吧 妈 这钱 你还是拿着吧 其实 我在外面 也消遇成就 我在外面 开了一家公司 我之所以 串成这样 是想和你们亲近亲近 没想到 我拿两个嫂子 把我赶出来了 妈 还是你对我好 不离不离地对着我 傻孩子 你说什么呢 我是你妈 不管你变成什么呀 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 是我身上掉了的肉呀 妈 其实我这次回来 是想接你 跟我拿两个嫂子 去城里享福的 没想到 我拿两个字做法 太让我寒心了 儿子 你开公司了 有出息了 妈真替你高兴 妈 你看 这都吓大了 走 我借你去床里享福 我拿两个嫂子 就让他们自成做面吧 走了 走了 弟弟弟弟弟 刚才我们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对呀 你们两个跟过来干嘛 误会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是呀 弟弟你看 你现在混得多好呀 他不能就这样带妈走了 把我们两个也给留在家里呀 对呀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你的亲大嫂呢 是吧 行了什么误会呀 刚才把我推到水坑里的时候 怎么不说误会呀 你们两个是看上我的钱了吧 弟弟 我们错了 弟弟 大人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是吧 是啊弟弟 你看下着雨呢 咱们一起回家吧 弟弟 对啊对啊回家吧 行了你们两个别说了 在你们眼中 金钱比金井更重要 有钱我就是你弟弟 没钱我啥也不是 你们两个就跟着钱过去吧 好吗 弟弟 妈 老弟 我们错了 怎么干呀 还不是怪你啊 刚才那样羞辱他 大嫂 这还不都怪你啊 行了行了咱俩啊 也别在这纠缠了 等会啊要让我哥 我老公知道了 还不知道怎么生日我们呢 赶紧去吧走 走